咸丰八年四月,乡军攻破九江,城外勇士冲杀而入,城内军民无路可奔,嚎叫之声惨不可闻,尸海堆积,流水兴红。 咸丰十一年八月,乡军攻破安庆城,杀贼凡一万余人,男子继称已上皆死,妇女万余据为略出。 同志三年五月,乡军攻陷天惊,乡军一破城,贱人即杀,贱污即烧,子女玉伯扫输入于乡军,延结此时十之八九皆老者,其又还未满二,三岁者亦着陆意为戏,仅是一支军队便造下如此杀孽,殊不知,城破之后大略三日乃是古代军队的一大传统。 那么问题来了,古代军队破城后总要烧杀抢掠,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在古代战争中,粮草是否充足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原因。 在《续姿志通剑长边》一书中,郭奎曾与宋神宗探讨粮草之事。 郭奎表示,十万大军和一万战马每个月消耗的粮草巨大,需要一支四十万人的后勤部队来运输。 《孟希笔谈》一书中也记载了关于粮草的运输事宜,士兵自己携带干粮,再由民夫负责运粮,当民夫和士兵人数持平时,可维持十六天,当民夫人数使士兵人数三倍时,可维持三十一天。 这也就是说,十万大军至少需要三十万民夫运输粮草,才能维持三十一天的。 注意,这里是经过精细计算得出的最佳结果,可是在实际操作中, 任何一支后勤部队都无法做到完美无瑕,民夫有可能崴了脚,也可能遭遇敌军复杀,抢走了粮食。 故事后,两军尚未交锋,先断其粮草的情况并不罕见。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,前线士兵就会遇到缺粮问题,一天丧失战斗力,两天就得出人命。 您还别不信,躺床上饿两天肯定饿不死,可是在古代,战场上没有车,打仗全靠跑,没有枪没有炮,杀敌全靠砍,体力消耗太大。 就算没有被饿死,手脚发软,也不可能在战场上活下来。 以上说的还是盛世之下,粮草充足的情况,如果是乱世争霸,各大军队都没有一个稳固可靠的后勤部队,那就真的没有后路了,想要粮食只有一条路,想。 简单翻译一下,善于用兵的人,兵然不在三征级,粮食不在三转运,各项军需从国内取得之后,补给在敌国就地解决,这样粮草就够用了。 补给在敌国就地解决,敌国为什么给你补给? 说白了不就是抢吗?你别说,还真有人愿意给的。 孟子曰,拿石壶将以淫王尸。 这句话是齐宣王想吞并焉国时,孟子劝道齐宣王时说的话,你想想,你攻破了人家的城池,人家为什么还要拿煤酒食物来招待你? 不就是想免于烧杀掳掠吗? 事实证明,古代军队粮草不够时,只能通过抢夺来补给,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,带不走的就烧掉,不能给敌人留下。 古时候,士兵征战沙场,一方面是为了中军报国,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功名利禄,很多时候,后者还要大于前者。 关于这一点,史书中有着十分明确的记载,历朝历代征兵的时候,文武大臣也都发现了这一点。 征战沙场是为了赚钱,这种事在古代史属正常,已经不能算是钱规则了,这是可以搬到台面上说的事情。 不少大臣给皇帝写奏折的时候,还曾表明这一点。 明朝万历年间,朝廷征兵的时候,万历皇帝就曾收到一些奏折。 唐尔皇帝的说,南方人当兵就是为了升官发财,别无所求。 原话是这么说的。 意思非常简单,浙江全都是富家子弟,不愿从军,即便是招募过来的人,也跟普通兵族不同,他们全都是为了名利而来,需要有真金白银才能踏踏实实地干。 不仅是浙江,广东水军写给万历皇帝的奏折里面也说了类似情况,众军离乡背景,抛弃父母欺难,束手一海不辞辛苦者,徒为报效,寄予钱粮。 意思非常简单,众将士背井离乡,抛弃弃子,不惜辛苦,驻守在遥远的边疆之地,表面上报效朝廷,其实是为了赚钱。 福建水师就更直接了,舍家望身,福役一国,起真重义而捐躯命业,不过离家于远,得想于后。 意思非常简单,众将士远离家乡,在一国他乡征战,你真以为他们为了一起效忠陛下吗? 不,他们是为了银子,古人非常诚恳,开局就明派,直接告诉皇帝我们就是奔着赚钱来的,您要是给的赏赐足够多,那我们就干,给的赏赐不够多,那恕不奉陪。 面对这种情况,就算是史上最牛的皇帝也没有办法,必须得乖乖答应下来,否则没有兵族征战,自己就坐不稳皇位一旦答应下来,就不能违背诺言,否则就会引发兵变,到时候更麻烦。 你看,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,李世民征讨高利的时候,白岩城是一块硬骨头,九弓不破,顽强抵抗。 李世民非常生气,当时就放出了狠话,破城之后立刻屠城,钱财,女子,全部赏给众将士。 众将士一听有赏赐,马上就兴奋起来,一个个干劲失足,白岩城很快就扛不住了,主动投降,李世民同意之后。 将士们不干了,接受投降,就不能烧杀掳掠,金钱女人全都没了,这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。 最终还是李世民低头认错,自掏腰包才平起了众将士的怒火。 你看看,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做的。 在古代,任何一个善于用兵的将领都不是人山之辈,想要让兵族有冲劲,就得赏赐金银女人。 所以,城破之后大略三日就成了古代军队的一个传统。 曹操也好,李世民也好,朱元璋也好,历朝历代的将领几乎全都做过类似的事情,不挤粮草,因粮余敌,激励士兵。 这就是古代军队烧杀掳掠的根本原因。 那么问题又来了,古代军队为什么喜欢屠城呢? 古时候,军队屠城并不少见,有一些将领下令屠城是因为内心扭曲,有一些将领下令屠城是为了报仇血恨, 还有一些将领下令屠城则是为了后续的战事顺利。 曾经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,攻城这么困难,为什么不能绕开直接过去呢? 攻城略地,绕过一个城池直接过去,就相当于切断了自己的后路,相当于把背身留给敌人。 当你向前冲锋的时候,前有狼后有虎,这就是自寻死路,所以,攻城是必须的,不能绕过去。 屠城,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,攻城略地,讲究的是一个效率。 攻下一座城池之后,势必要留下一部分兵力镇守,否则就无法安心,可留下兵力会影响实力,影响进攻实力,如果处处分兵留守。 最终将会面对无兵可用的尴尬局面,所以,屠城是最好的选择。 屠城,不仅摧毁一个城池的兵族,同时摧毁一个城池的生命力,虽然后期恢复艰难,但是便与几方快速进攻,拿下更多城池。 屠城,不仅可以将一座城池稳稳收入囊中,还能震慑后续城池,威胁其投降。 如果不投降,破城之后就屠城,攻心未尚,不战而屈人之兵。 屠城,可以让士兵报仇血恨,可以让士兵发泄情绪,这样有助于提升士气。 提升战斗力。 屠城,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,这显然是不人道的,可是在唐宋时期,兵族面对异族的时候,根本不会把对方当人看,壮志及仙虎卤肉,笑谈可引凶卤血,对敌人痛恨到了极点。 即便是屠城,也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。 最后想说的话,烧杀卤掠,可以理解为补给粮草,激励施兵。 屠城,可以理解为报仇血恨,永绝后患。 至于侮辱妇女,我找不到任何理由,纯粹是军纪败坏,作风不正,人面受心。 故事后,唯一能做到不烧杀掳掠,不侮辱妇女,不屠城的部队,好像只有岳飞的岳家军了。 这也跟岳家军富甲天下有关,军相丰厚,准时发放。 所以,岳飞才能控制岳家军的行为。 俗话说,乱世人不如太平狗,话操理不操。 乱世中,人命犹如草芥,实在是不知一提,战争是残酷的。 和平是难得的,珍惜和平,维护和平,这是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